这件事情一样让人很兴奋 而且是全世界的人类都兴奋的这一个时刻 终于COVID-19这个病毒有口服药 可以医治它 治疗它了 只是没想到建重庭上来 它的卖 因为药做好不叫卖给人家吗 售价是这样 既然它的售价是成本的40倍 那就是默克卖一颗赚40倍以上 赚一颗赚很大 当然你看这个默克的股价 前日子也是因为口服药出来之后一度大涨 回到了建重的第一章 这个讲一下COVID-19的口服药 口服药还有分种类 对 这个抗病毒 我们之前介绍疫苗 疫苗有一个缺点 它一定要事先打才有用 你如果得病的话打就无效 得病怎么办 所以目前对付病毒呢 业界大概就两个方法 得病就吃药 什么药呢 这我们称为抗病毒的药物 抗病毒的药物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核甘酸类似物 这个专有名词待会再解释 譬如说这一次呢 这个默克推出来的这个叫莫拉皮拉韦 这个药呢就是核甘酸类似物 第二种呢 我把它称为病毒酶的抑制剂 不管是哪一种酶 它通常就是做抑制剂 譬如说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药叫法皮拉韦 可能有观众朋友听过 那另外一个就是克流感 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 克流感听过啊 我们都打了呀 克流感是神经肝酸酶的抑制剂 所以它就是标准第二种 那到底什么叫做核甘酸的类似物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核甘酸 看到这种专有名词头很痛 等一下等一下 讲到这儿 有一句话我得要先问一下 是 上次我们讲那个疫苗 有人就在留言说 哎呀建重是笨导体博士 怎么讲到疫苗建重 把您的背景说一下 我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我大学是念化工的 那我毕业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化工系有两个专长 是新兴的专长 一个就是生物科技 一个就是半导体 其实我对生物科技很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修了很多课 但是后来我决定走半导体 是因为台湾比较适合做半导体 所以两个你都念了 对 那你生物有没有拿到博士 当然没有 下次给他拿第二个博士出来 这太累了 半导体博士哪一个 所以这个你也深入研究了 好来继续了 那什么是核甘酸 我们想复杂的先不管 就记得八个英文字 就是ATGC跟AUGC 到底什么意思我待会会解释 它是一种分子 什么是分子待会再说 那我刻意把它小写跟大写分开 因为这个A跟这个A 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生物科技习惯都是写大写 但是这样会confuse 因为大家会搞错 所以我习惯要把它小写大写分开 所以它是八种不同的 这个我们称为单体 什么是单体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颗一颗的珠子 那一颗一颗的珠子 最后想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串成一个项链 对啊 珍珠项链 我知道每一个珠子漂亮了 对 所以接下来我就解释 什么叫DNA RNA 这各位一定有听过嘛 对不对 所谓的DNA呢 它的中文叫去氧核糖核酸 有点复杂 不管它 它是小写的ATGC这四种珠子排列组合形成的 譬如说我这边随便写了一个ATGGAGAAA... 这是不是一串珠子 对不对 这一串珠子我们就称为聚合物 所以呢 你就把聚合物想象成一串珠子 这个就称为聚合物 所以DNA是聚合物 OK OK 聚合物 那另外一个就是RNA 这个称为核糖核酸 那么它是大写的AUGC这四种分子排列组合 变成的一串珠子 所以呢 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有没有 一串珠子 我们就把它称聚合物 所以就记得DNA是小写ATGC的聚合物 串起来的珠子 对不对 然后RNA就是大写的AUGC串起来的一串珠子 所以如果我把它讲白话 DNA RNA 它的差异性就是单体不一样 所列出来的排列组合串出来的 非常好 你听懂了 我懂我懂我懂 这很简单 这样看就懂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病毒长什么样 这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 这个叫做RNA病毒还记得吗 新冠是RNA病毒 还记不记得这个黄色的这个 这个有没有 长长的对不对 这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它事实上就是一颗一颗的大写AUGC串起来的 聚合物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那外面还有一个蛋白质的壳 我们之前介绍过 所以这就是病毒 来我们来看接下来 这个AUGC实际上是珠子 实际上它指的就是一个分子 那譬如说这个就是U 就是我们学过的这个H2O就是分子啊 这种分子嘛 对 ok ok 还记得吗 水分子是H2O 嘿嘿嘿 两个氢一个氧 对对对 那么U这个分子呢叫尿密钉 那个专有名词不管它 它长这样子 还记得吗 C是哪个原子 碳原子对吧 没有错很简单 这是氢原子氧原子跟氮原子 是氧啊 或者是氢啊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子呢就叫U 因为画这个分子太辛苦 所以科学家就写一个U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个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有的东西 所以U跟C在我们每一个身体细胞里面 就有一大堆这种珠子 本来就有啊 对对 它是天然 它是你身体里的一部分 我的身体里面有U跟C哦 对 因为这个反应天天在你身体里面进行 它在我身体干嘛 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复杂 这生化反应 所以我想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讨论 但是它是良善的吗 先确认 是当然是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就有很多RNA啊 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RNA 所以全身上下有一大堆这种分子 我身体里面有RNA 它是良善的 OK 再来 好 再来的 什么叫做这个莫拉皮拉维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药 就是所谓新冠口服药 对不对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它的分子 长这样 长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个特色 我看到了 不知道对不对了 特色就是都有一个这个 非常好 非常好 哎呀你好像老师王学生 还非常好 非常好 是这个吗 对 长得很像 很像很像 对 所以我们把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叫做核甘酸 还记得吗 AUGC 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长得很像嘛 就把它称为核甘酸类似物 核甘酸类似物 就是长得很像 但是不一样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分子 它是X分子 对 OK OK 那这样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怎么保护我们 怎么样杀死病毒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 口服药是这个吗 对 哎呀你就是吃这个 我告诉你啦 口服药你就吃这个X了 你知道吗 你把这个一根子吃进去 对 COVID-19病毒就被你杀死了 是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张 这个是整个病毒感染 人体的整个过程 看起来好复杂 我讲重点就好 首先呢这个病毒啊 先跟人体 这个是人体的细胞在下面 所以下面是人体的细胞 这个是病毒 病毒呢 还记得里面不是有个RNA吗 它跟人体的细胞接触的 这一个我们称为ACE2的受体 这是一种蛋白质 我们先不讨论 进来之后啊 他会把这个外面的蛋白质 可先脱开 对 脱开之后呢 他的RNA就跑出来 记得哦 RNA是什么东西串起来的 AUGCAG 随便这个排列组合起来的 我大概今晚做梦都快背了 就AUGC 我们以前念书也是这样背 AUGCA 好病毒到你的身体里面 第一件事就是要大量繁殖 因为他要复制 然后繁殖 然后再出来感染其他的细胞 最后全身细胞 肺部细胞都被他感染 我跟你讲 病毒跑到你体内 如果没有快速繁殖 你怎么会生病 就是病毒量太大 你才病了呀 对 那他是怎么复制的 首先啊 这个RNA出来之后呢 会开始进行这个反应叫做replication 这个叫复制 自己复制 还记得我刚刚说你的身体里不是有一大堆的AUGC 对 他其实在复制的过程中就是利用你身体里面的AUGC 本来只有一条就变两条变三条变四条 把我的好分子变成了结合起来变坏分子 是是坏蛋可恶死了 他就是这样复制的 难怪人家说COVID-19很难对付 因为呢他结合我身体里面的好朋友 这个坏朋友把我的好朋友给带坏了 同样变成坏朋友 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比喻非常好 好 变成好多条之后啊 每一条呢 再用刚刚原来的这个蛋白质壳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 再离开你这个细胞去感染其他细胞 感染个其他人 对 那最后再进到其他细胞 又再复制刚刚这个动作 又再感染其他细胞 所以一旦进到你细胞就一颗变好多颗 然后最后全身扩散 但是我现在要吃药嘛 我吃了就是上一叶哦 这就是那个分子X这个药 那我吃了X把他吃进去之后 口服药 怎么把他给杀死他 非常好 下一叶要杀他 所以呢注意哦 他在聚合的时候 这个我们称为聚合酶 先不理他 复制 复制 利用这个聚合酶 本来是AUGCAGG 对 他一颗一颗分子这样靠过去 AUGC这样靠过去 结果本来是A旁边不是要接U吗 结果他在聚合的时候呢 发现了你的细胞旁边有一大堆的X 你刚刚吃进去的啊 他就因为长得很像 所以呢这个聚合酶就会认错 认错之后呢就把X接在这边 这边又是X 因为X跟谁很像还记得吗 刚刚那一页前面 X跟谁很像 U跟C很像 所以结局会发生什么事 来再来 只要有U跟C的地方 都跑都变成X 这个RNG其实没有用 没有任何的反应 或者效率就减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它包起来 再送出去也没有用 因为他不会感染别的细胞 效能整个都会坏掉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吃了一个 长得跟核甘酸很像的 叫核甘酸类似物 跟U跟C长得很像的 X 对 然后呢 让这个病毒在聚合的过程中 本来要复制的是正确的病毒RNA 就不小心把X带进去之后 变成错误的RNA 这样的RNA是不会伤害人的 所以呢 病毒就会被困死在这个细胞里面 没有办法再感染别人 第三章 我们就讲一下结论 这个药呢 他第三期临床试验 已经开始在进行 那目前实验组呢 他的重症只有7.3% 对照组14% 等于是降低了50% 你看连吃口服药都可以降低重症率 已经得病的人 已经得病的 然后再来实验组没有人死亡 但是对照组有8人死亡 所以代表这个药的效果不错 但是有个重点 对已经重症的住院患者就无效 怎么说呢 已经重症就代表病毒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细胞了 根据刚刚那个解释 你就发现来不及了 所以这种药一定是要在你刚得这个病的时候立刻吃 就跟客流感一样 那什么的情境下是没效的 全身一半都感染就没效 反正就是感染的太多太严重的大概就来不及 他的成本多少呢 他的疗程是五天的疗程 他的成本呢 只要17块多美元而已 可是卖多少钱呢 在美国是卖700多美元 天啊 所以大概相差40倍 你现在就知道制药有多好赚 而且这是美国的价钱 这个如果卖到台湾可能会超过一千块 海外卖更贵了 对 五天的疗程 感谢建重了 非常谢谢您了 超级赞 半导体博士他也非常懂化工 其实他可以再拿第二个化工化学博士 超级猛的 我们今天透过了抗病毒口服药的种类 种类呢先跟大家讲 就是这两种 这一次呢 COVID-19的口服药指的是这一种 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先说这个叫做分子 不同的排列 分子组成的不相同 你吃下去的药也不一样 总之我们先看图片 您就明白了 先讲病毒 这个是毒 这个病毒呢 进去你人体之后 关门这张图 进去人体之后 把你好的蛋白 这个咳给脱掉了 咳给脱掉之后呢 病毒一进来 把其他的核酸这些 把它弄出来 进行坏的细胞进行复制 你全身都感染了 你就生病了 感染太严重 还传播给大家呢 因此呢 这次成功的地方在这 本来呢 病毒很厉害 它可以复制出来 这个复制就是聚合的过程 复制病毒的RNA 走的方向分子排序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非常棒 你看图 关键就在这了 我持续去的COVID-19的口服药 吃的是X分子 X分子厉害的地方 我开始画了 你会发现这个形状 跟这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的 U的这个分子 跟C的这个分子 长得超级像 所以恭喜病毒笨笨的认错了 来 请看 你就下一页 吃进去这个口服药 本来正确的病毒RNA的排序长这样 结果呢 他把长得很像的U X吃进去了 就这么一吃进去 X你都吃错了 U跟C你全部吃错 中间夹了一个X 不好意思 无用论了 变成错误的病毒RNA 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也不会有带来传染性 因此呢 这次的口服药 才有办法赚如此之大 你看他成本这么便宜 在美国卖这样 至少赚40倍以上 那如果我们到海外 这国家 不就赚更大了吗 总之呢 新冠口服药 这次今天彻底了解了 以上结论 建中正确吗 是的 完全正确 感谢建中了 当然呢 说到了生计业制药业 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赶紧为您做插播 高端新冠疫苗 刚刚得到最新消息 向史瓦蒂尼这个国家 申请了EUA的审查 总之呢 台湾的生计业继续加油 进广告 我要为您加油 台股一直往下跌 跌的心都慌了 乱了 我告诉你 连我们原本判断的投资逻辑 也乱了套 本来应该很好 不该卖 怎么股价还在破底呢 现在持股 留还是不留 咱们判断让圣洁教会您